为了配合中元节节庆 县府在大楼门口举办中元普渡祭拜仪式 由县长林明珍率领副县长陈振生 秘书长洪睿智 县府以及主管以及员工们 以鲜花果品祭拜好兄弟 除了表达对阴间鬼魂的敬意 也祈求县政顺利和尽平安 祭拜活动于当日下午两点开始 仪式庄严隆重 除了由各单位准备供品 摆设于县府门口之外 并送读文书警告众考兄弟 祈求旗宰止节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县府员工们在林姓长的带领下 各个手持清香 祈求上昌彼佑 明珍就是中元节 一般我们中国的习俗 中元节都要普渡 来拜这好兄弟 我们今天官政府提早一天 在我们官政府的担门口 准备成立输购 来普渡这种好兄弟 可以比喻 我们官政府推动顺息 我们南老官员 可以真正幸福平安 过一周 我们今天普渡 主要就是 请这些好兄弟 可以比喻 我们南老官 这个一年堂厅里面 事业各方面都可以 真正顺势 来推动 顺势来完成 我们南老官员 大家都家庭平安 幸福贪大钱 随后林县长 陈副县长 以及洪秘书长 一起针灸击败 仪式庄严顺利 向正幸燃烧些许指前 以维护空气品质 及落实环保观念 因为这个中文葡萄 都要收金刀 我们官政府 就来率先 来做这个 收金刀 在这个点缀 的意思 收一刀 就好了 吉他都送去 我们黑日 这个混合炉 来混烧 保持空气的品质 让我们空气 更新鲜 此外 为了祈求 事事平顺 开车大吉 县府后方广场 司机室外 也特别安排 相逐贡品 由林县长率领 新闻及行政处长林清瑜 及县府各司机员工们 一起全程上香礼拜 祈愿县府员工 驾驶出差 经厂南北各地奔波的 司机员工 能够诸事平安 行车顺利